第一个开启这个档案 第一题的话他要求我们 将这个上方 看板 这边可以把它先缩小 简化缩小 上方看板再按右键 设定这个图案 快取图案格式 大小的部分的话我们把它改成 只有高度要改成8 再来的话框线切换过来 框线的部分要把它改成一匹梯 那这边的话直接把 0.05改成一匹梯 再来的话深红色选择深红色 深红色 那文绕图方式上下靠右对齐 所以这边的话配置里面改 上下没有在这里 进阶 文绕图这边上击下按确定就可以 确定之后的话对齐方式要靠右 所以直接从这边按靠右就可以了 好那这样的话就完成第一题 第二题的话 这个四个是独立的单字 所以按Shift的键 就可以把这四个一起选取 那改为红色的就是油漆桶 所以这边的话 在格式里面有油漆桶 选择红色的 把红色点下去 阴影的效果在旁边 直接点一下 然后选择这个 样式5就可以了 这样第二题就完成 第三题的话设定这个 油漆供点一下 然后直接在这边选择文绕图 文绕图里面呢 他要求用什么呢 用那个紧密的 所以这边选择紧密 紧密之后的话呢 再来其他的样 其他的色彩 其他设定里面 去做一个其他设定 这边的话紧密之后 底下这边有一个 与文字距离 那要右 10公分 所以这边的话呢 右边文字距离10公分 按确定 这样的话就完成第3题 第4题的话下方 这边要设定 透明化 格式里面 重新着色 设定透明色彩 点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呢 对齐 边界 左下角 所以这边对齐 在位置地方呢 点选 这个 左下角这个图案 图示就可以 不是有时候点下去会有一些错误啦 建议是用下方这一个 其他 版面配置选项 选择 图片的 位置 位置 那位置的话呢 就对齐 这边选边界 边界 左 对齐的话呢 左下角 所以左下 然后这边也是选择边界 这两 两个都是边界 左 边 两个边界 然后左下角 所以这边的话 因为这是水平的 垂直的 左下角 那特别是它是对齐边界 所以记得是边界的 左下角 再来的话呢 这样确定就可以 确定 好确定完毕之后的话呢 我们页面 页面的话在版面配置 里面的页面色彩 那它要填满的是一个 图 所以这边的话 其他效果 图片 选取图案 C叠底下呢 选这张图 直接按一个 直接按 插入就可以 再按确定 那图片的话呢 就加入到这个背景 页面 第四题完成 第五题的话 将右下角 右下角 这一个 五星的话 格式里面呢 它要求把它改成24 所以这边 选24角 再按右键 快取 图案格式里面呢 它要求呢 这个 取消边框 所以边框的地方 改成 无色彩 这样的话就没有边框 那填满的话 填满效果里面 双色 上面是红色 下面是橙色 橙色 然后中央 选这一个 里面 是红色 外面是橙色的 这一个按确定 好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第五题 那最后 就把它 另存新档 PPA04 储存 那就可以来评分 好那这样就可以评到满分 没有问题 了